觀眾朋友你好 攸關全國所有人的退休方案 之前改了包括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就是老師還有勞工退休之後 年金的這些改革版本 其實也都已經三讀立法通過 唯獨一個軍人的年改要怎麼改 昨天行政院還說 今天不會有什麼具體方案 頂多談談大原則 不過今天下午的時候 國防部公佈了一個最新的軍人 年金改革的版本 這改革要怎麼改呢 最關鍵的就是所得替代率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現在國防部所提出來的版本呢 是叫做你的本縫乘以二 再乘以百分之五十 那就乘以一就好了啦 也就是大概是五十趴 你現在就用三年來去計算 你的本縫是多少 譬如說你的本縫是五萬塊 那五萬塊乘以二不就十萬 十萬再乘以五十趴 不就又變五萬了嗎 這是基本的 你如果是服役二十年的話呢 五萬塊就是五萬塊 你的本縫 但是呢 如果是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只要超過二十年的那個部分呢 這叫X 再加百分之二點五 最多加到百分之百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你當兵當越久 你領的就越多 這個當然是因為軍人跟相較起 公務人員相較起老師 相較起勞工呢 他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情形是 他要保家衛國 他的工作的風險呢 當然是高過其他的職業 所以為了感念他們 也為了讓所謂的軍人 能夠軍心安定 有這種特別的照顧方案 可是同一個時間 這些以退伍軍人組成的 叫做八百壯士 到現在還在抗議 他們說 好 我實在氣到要死了 我很生氣 絕對無法接受 絕對要有更大規模的抗爭 軍人的年改方案到底是什麼 軍人能不能接受 會不會動搖國本 下半場來談這個題目 上半場要談什麼呢 再來談烈雷劍的這個弊案 慶富真的是所謂的 能夠是通天嗎 今天中國時報 用頭版頭的這個方式呢 報導說慶富的副董事長 他有一份錄音紀錄 這也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所拿出來的 說慶富的副董事長 在錄音裡面講得很清楚 我進了總統府之後 兩天以後 二十四億就撥下來了 國民黨立法委員質疑說 是不是總統府在幫忙喬 這個慶富的錢 幫忙喬了二十四億 總統府今天用非常嚴厲的 這樣子的方式呢 痛批中國時報 隨便報導 也痛批這份錄音呢 是只需烏有 是捏造事實 結果是什麼 是真的這個慶富案 從藍營燒到了綠營嗎 可是另外一個 這個高雄市的海洋局局長 他也承認了 在去年的時候呢 到慶富大樓呢 去幫忙談一些事情 談這個新達港 這個用地的取得的事情 他說奇怪 你慶富呢 怎麼可以都這樣子弄呢 不但喬錢 還喬地 不過高雄市海洋局長說 真的一生假薄啦 可是純粹就只是 為了招商起見 整個慶富案的最新發展 上半場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兩位特別愛賓 首先歡迎是新新聞的副社長 陳東豪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資深的軍事記者 吳明傑 主持人大家好 先來看看今天政治上 很重要的一個信息 就是說慶富案 是不是燒到的綠營高層 慶富公司列類建案 繼續燒 國民黨立願黨團 舉行記者會播放錄音檔 內容疑似是慶富公司的董事長 陳敬來他的兒子 也就是慶富副董事長陳偉智 他和高雄市海洋局長 王端仁等人的談話 內容提到 陳偉智到總統府溝通後 軍方把原本今年才要給的 烈雷劍專案第三期 屢約款二十四億 提早在去年 撥給慶富公司 國民黨立願黨團以此質疑 是否有政府高層施壓軍方 從其他預算挪出二十四億給慶富公司 陳偉智到總統府去喬了以後 國防部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在去年違反運算法的情況之下 去酬了二十四億 去提前撥給慶富 這是很嚴重的違法 總統府對此回應表示 烈雷劍案由國防部依照契約內容 依法辦理 總統府沒有也不會介入 那慶富公司歷來有關烈雷劍案 陳群的部分 總統府悉訴依法辦理 而且日前更主動的解密相關的文件 那公立法院相關調閱小組來查詢 所以所謂涉案者與府方溝通四樣軍方 這些都是屬於捏造的 總統府沒有也不會介入 民進黨立願黨團也回應表示 他們認為國民黨立願黨團提出的錄音內容 是慶富招搖撞騙的生意人手法 不用隨之起舞 但民進黨團也表示 二十四億元的撥款過程 是否有不法知處 他們也要求政府徹查到底 到底是慶富直達天廳 還是真的叫做只需烏有完全捏造 我們來看看這整件事情 為什麼會從上個禮拜我們在談說 燒到藍營 特別是前國民黨的行政院的秘書長 檢太郎以及到陳晴馬英九總統 這件事那這禮拜呢 有戲劇性的變化了 我們來看看一些媒體報導呢 包括說第一個跟高雄市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要慶富是高雄起家的嘛 愛說要蓋蓋蓋建啊 說你如果沒地方人蓋了 說沒關係 我在家庭那個星達岗 要來做一個造船廠 可是用地沒辦法取得 在二零一六年十月的時候 去年十月在高雄市海洋局局長王瑞仁 然後呢說台船中信哦 你要先去搜啦 要先去戳啦 中信比較沒問題 可是問題會出在台船 台船的部分要請總裁去跟政府講 這個動作最好是招標文件上網之後再做 這是這樣子的一個媒體報導 可是高雄市海洋局說呢 因為要協助國建國造嘛 還有要招商影資活化新達港 所以才會去跟慶富來談 土地取得的方式 過程當中 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議 可是最後還是在合法前提下 採取公開標諸的這個方式來進行 絕對沒有私相授受 那你在雞婆做這個事情 那個局長說真的我很雞婆 他說我很雞婆 就是太雞婆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會怎麼燒 我們再來看看 2014年10月高雄市政府跟慶富訂了一個MOU 要幫助慶富取得造船土地 這個是媒體這樣報導 可是高雄市海洋局說這是市府回復請求協助函 不是MOU也不是釋出土地的同意書 任何廠商如果要投資高雄 高雄都很高興都會這樣子的回復 再來就是剛剛我們談的 是不是又燒到了總統府呢 馬文鈞這些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提出來一份錄音檔案 說這個慶富的副董事長在裡面錄音講說總統府 就是他進去總統府之後兩天之後 二十四億本來拿不到的國防部就撥款了 所以呢民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指責 或者是指控總統府是否會涉入這種施壓軍方 喬二十四億總統府剛剛的回應也看得很清楚 說呢 民進黨政府上任以來呢 關於列雷劍呢 都是國防部在依法依約處理 總統府沒有也不會介入 所以要求中國時報立即更正道歉 我先請教一下董好哥 這現在是在部隊出的 到底誰講的有道理 我先這麼講 就是整個慶富案 在去年的五二零以前 就是很純粹就是馬金九政府時代的事情 是 那中間有一個灰色地帶 就新舊交接的時候 然後再過來就是民進黨就是執政 那我先分三個 這三個段路 馬金九時代要談的 就是慶富怎麼取得這個合約 灰色地帶 新舊交接的 這個也是未來你會繼續看到的 就是有關於慶富的那個連帶案 我這邊可以直接那麼講 連帶案 有很多銀行那時候拒絕主辦 有立委 慶富有去找立委幫忙去說 那立委去幫慶富談銀行的連帶 你說用關說好了 這基本上只要沒有錢 只要沒有錢 不違法 立委幫慶富去跟銀行 你說慶富沒有錢 紅包給立委委員就都沒事 是 這沒有違法 處理陳情案 這就是沒有違法 所以有沒有錢是關鍵 記者有沒有錢是關鍵 然後再過來再到這 你看到這一段 這一段其實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慶富的反擊 為什麼 因為慶富現在被司法調查 OK 那我們再看慶富 這一波可能會撐不過去 就會破產 破產是 如果慶富真的破產的話 那麼就是對國防部來講 或是對中府來講 或是對現在行政院來講 就是解約的最好理由 瞭解 好 那你為什麼說 是這一波你大概看到一連串慶富的反擊 因為事實上在王斷仁 這個海洋局局長這個事情之前 他打的是這個劉士芳 民進黨的立法員劉士芳跟邱志偉 邱志偉就跟台營連帶 那個時候慶富有拜託他去講 那劉士芳是因為正在準備 民進黨高雄市市長的黨內初選 是 所以這個時候提到劉士芳跟邱志偉 其實都很敏感 是 那這兩個談完之後呢 第三個談的就是王斷仁 王斷仁跟這個高雄市長陳菊話媽 跟很久 以前在他陳菊在當 勞委會主委時代 他就在勞工保險局了 所以你可以講王斷仁是個子的子弟兵 了解 所以打的是王斷仁 打王斷仁是甚麼 就是用錄音帶 為甚麼 你來替我喬頭地嘛 等一下我再解釋 這個到底算是喬頭地 但是還沒刷 這個錄音帶裡面最有殺傷力的是甚麼 是所謂的二十四億 本來二十四億不播的 九月二十七號進到總統府 溝通完以後 過兩天就有錢了 那這個就表示說總統府 總統府是誰的 蔡英文的啊 那表示蔡英文有在幫忙嗎 一定是這個意思嘛 那我如果講 就大家要記著說這個事情 在去年的五二零以前 基本上都算馬英九的 是 所以這個案子本來怎麼看 都是馬英九要難看 國民黨要難看 尤其是行政院的那個調包包裡面 直接點到行政院秘書長 撿太郎 出來敲個銀行嘛 因為整個慶富案 第一個你要拿到標 拿到標之後你要拿到錢 那這個第一跟第二 都算是藍軍的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 那立委的部分 藍綠都有 被拜託的 我們講藍綠都有 為什麼 因為有些銀行不願意做這個案子 不願意做這個案子的理由很多 有的是認為慶富的資本額 跟他要做這個生意的財富杠桿比例太高 是 所以你就會 如果我們再回憶一下 你就會知道說 在那個過程裡面 那個新舊交接 就是民進黨還沒執政 國民黨還沒交棒之前 那段時間 趙鋒先拒絕了 臺灣銀行拒絕了 核庫拒絕了 最後才有第一銀行 那撿太郎在這裡面有角色 包括幸福拿不到美國的武器出口許可 撿太郎都要幫忙做協調 然後再過來是民進黨政府起來 起來之後呢 就撿上這次的第一個部分 也是最敏感的二十四億 因為 這是慶富庚的合約簽約對象是海軍總部 他簽約不是國防部 是海總 海軍總部 他裡面付款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到第六期都有規定 二十四億是什麼 第三期付款時間 因為他那個列雷劍的船是玻璃纖維的防磁 那玻璃纖維的 他在意大利那個產場 當他那個模組 脫模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付第三期的錢 因為本來就這樣走 對 好那出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這次爆料的馬文均立委 他們在立法院做了一個決議 動結了國防部付這筆錢 動結多少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大概是多少呢 三億多 三億多 也就是說國防部 如果要付這個錢的時候 必須要經過立委的同意 你才可以動支 但是這筆錢 因為被馬文均委員 做了一個附帶決議 凍結住 所以這裡面就產生一個問題 我如果是慶付 我已經走到這個船殼脫模了 你知道到底 你要付我第三期的款二十四億 是 要動支嘛 我就要申請付款嘛 可是呢 一方面又有立委 做了一個附帶決議 凍結十分之一的預算 那你如果是國防部 或者你是海軍總部 這時候你是要撥款 還不撥款 你如果撥款 你就違背了立法院的附帶決議 是的 你如果不撥款 你就違約 你會不會有違約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這個問題 二十四億 這個 你可以先用這個角度去看 第二個角度就是說 我說這是慶付的反擊 就是錄音帶啦 因為王大任他們去到那邊 因為慶付那個時候 已經得標了嘛 連帶銀行也有了嘛 再過來什麼 他能夠得標的原因 是因為他承諾要在臺灣 國建國造嘛 所以你要找到土地 要把那個廠 造船廠 你要蓋起來 所以他項導的就是新大港 那他就找了這個 那個海洋局局長 事實上不只啦 還有找其他人 所以漁業 漁業署 因為這塊地是漁業署的 農委會漁業署管這塊地 這塊地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是用出租的 他不是政府的公開彩票 不過我把它切一下 我們先來談總統府這一塊 你其實看得很清楚 當然那個動機 現在當然有錄音帶的 就是慶付副董事長才有嘛 所以他是說現於絕境 然後想要逆境重生 來個魚食網破 還是純粹就是斜口噴人 你要看看總統府怎麼回應 總統府並沒有講說 這個慶付的副董事長 沒進來過總統府 所以你要接下來看 在接下來是不是有訊息說 他確實進了總統府 所以我認為慶付 應該後面還有動作啦 因為總統府並沒有講說 我們從上到下 沒有任何一個人見過 這對父子 但是總統府並沒有這樣講 不過總統府到現在 就依法辦理嘛 只需烏有 捏造事實 斜口噴人等等的 這部分要看 所以這部分事情 還沒有真正被釐清 事實還不是那麼確定 可是上面這一塊呢 就很確定 確實高雄市海洋局長王端仁呢 去幫慶付協調新達港的用地 對 那協調的動機是什麼呢 是純粹就是說 你就得標了嘛 但是你土地取得有困難 我來幫你協調 這本來就是 因為其實在高雄當地人知道 因為這個案子裡面 跟慶付爭執最大的是臺船 慶付跟臺船 跟中信中信造財廠都不好 競爭關係 都競爭關係都不好 甚至甚至那麼講 比如說有很多銀行業的人 到了高雄 也要拜訪中信 也要拜訪慶付 先看誰都有麻煩 因為這都有心結 那王端仁這個部分 其實其實比較單純 就是說 因為這個土地是出租 他不是 他不是用政府採購法 所以大家要說 他這有在喬喬喬 沒有喬喬不是 喬是社會名詞 不是法律名詞 是啦 政府採購法就有 違標的問題 或者戳原子章桃管 那因為你是要租地 要租那塊地 他就不是用政府採購法 那王端仁確實有幫他出主意說 你竟然這個 因為租地一定只有比價格 是 所以他這個就是價格標 租地就看你出金 租金水出的高嘛 所以王端仁意思就是告訴他說 你如果租這塊地 你就出比較高 你要出高一點 還有 你要跟臺船跟這個 跟這個中信先講 叫他不要出來跟你亂 不過這件事情 其實還有的爭執 然後我們再請教一下 明潔兄 你怎麼樣看待這件事 從上禮拜二 我們在談 一直到這禮拜二 整個發展 但是我們來看看 高雄市海洋局莫名其妙 為什麼要介入這個案子呢 純粹就是義務性的 要來解決招傷問題 還是背後真的還有其他的原因 來看看 慶父愛越演越烈 支撐慶父的離職員工 提供錄音檔 同時向媒體和立委爆料 指出高雄市海洋局長王端仁 去年十月七號 主動前往慶父總部密會 協助取得造船廠用地 一個小時又四十分鐘的會談過程 陳偉智還向王端仁表達 無法取得合宜建廠土地的困境 王端仁主動指導以招標方式 取得新達港 造船廠用地 對於被質疑和慶父會商土地問題 王端仁尚無主動公開說明 我們這邊 王端仁坦誠提出不成熟建議 但一再強調是為了協助國建國造 以及招商火化新達港 當天還有其他人在場 並非密會 也否認師傅更高層級設入 也否認師傅更高層級設入 所以民潔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們看整個過程 怎麼現在聽起來好像只要拿出國建國造 就是一個通關的金牌 好像所有的政府官員都全力在支持 所謂國建國造 全力支持慶父 來完成列列件這個案子 那事情如果這麼單純的話 後頭也不會有這麼多的疑點出來 我還是想用比較高標準的方式來 太多來檢驗 就是說這整個過程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不太不進合理的部分 以新達港這個土地取得這個部分 事實上他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號才開標 那你在前一年的十月七號 就這個錄音 這個時間點 你一個廠商跟這一個官員 以這樣的方式會面適合嗎 我先問這個問題 你在開標之前 用這樣的方式會面 然後談的這樣的內容 又涉及說 是不是要先戳 用戳中信 台船這樣的說法 而事後是證明在開標的時候 慶父也只有慶父來投標 而且他用百分之八 高於百分之五的這個年租金率 那順利的取得這個標案 那我們在開標前 官員跟廠商適不適合先見面 就像是你今天慶父拿到獵雷劍的案子 當初開標的時候 開標之前 你海軍的官員去跟慶父見面 適不適合 這個問題我先第一個問 第二個就是說 我再回頭去看就是說 我們要問為什麼二零一六年的十月 還在喬所謂新達港的這個土地的問題 我們再往前看 再回頭一點 二零一六年的二月 年代案不是已經過關了嗎 是 那那時候易營在解釋說 為什麼從原本不同意這個年代案 到同意 他舉出了幾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慶父拿到所謂的輸出許可了 所以可以從這個本來不同意變成同意 另外就是說他的資本額 那時候已經增值到四十億了 也符合所謂的標準 第三個要件就是慶父同意 可以新達港的這一個廠房拿來做抵押 是 這個這不是二零一六年二月 就已經同意的事情嗎 是 那理論上來講 慶父那時候應該已經 新達港就有地有廠房 已經拿到了嘛 不然這個抵押是空的嘛 可以拿開一個空投資票拿來做抵押嗎 這個我覺得不合邏輯啦 也這個就是說 在事後到十月還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義營的說法 是不是有點有點問題 慶父在那時候 根本沒有取得新達港土地 更別談有廠房 那聽銀行就決定 那義營同意囉 土地是農委會的喔 對 農委會的 但問題是地銀行那時候 地銀行就同意了 一直是承租 你不能拿去抵押給這義營 對啊 你拿租的來土地來抵押 所以這個又 他還沒租到 對 往前又掀開了另外一個疑點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錄音的時間是十月七號 我們不曉得 當然就像主持人剛剛講說 總統府還也沒有去否認說 是不是這一個 有進到府裡面去 然後出來才有這樣的談話 不曉得 那當然事後要去查 如果有類似的紀錄的話 我想府方當然應該公佈 取信於這個全民 但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是說 這個事實上 如果去找一些資料 你可以看到 在去年的九月十六號 其實陳偉茲 他去年九月十六號 那時候在高雄辦了一個海事展 海事展 那時候 其實很多的媒體 都有去採訪 九月十六號的時候 陳偉茲那時候 就對媒體已經講 很胸油 陳族的講說 我們這個手燒 在義大利的獵劍 在很快 月底前就會脫抹完成 然後這個海軍 很快就會馬上撥款 九月十六號 就已經這麼有把握了 已經跟媒體公開講 大家去查都有這個資料 那為什麼要在十月七號的時候 還要有這一段的錄音談話 是 還要去談說 因為我跟這個府方的關係 等等 拿這個 然後來要說服說 這個高雄市海洋局 可不可以用什麼樣方式 可以取得這個新達港的土地 這個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他都已經這麼胸有成竹 還去提這一段 這個背後的目的跟動機是什麼 我們覺得真的是有點匪夷所思 是 也許後續 就像剛剛講的 還有新的其他的事證 或者爆料的內容出來 可能會打擊到誰 我們不曉得 只是說這個過程 如果慶富當時 依約 依合約 海軍依合約 就會付你錢了 而且事後證明就是說 十一月二十八號 他去請款 海軍在十二月六號 就已經撥款了 就依依海軍 他跟海軍合約 就是要撥款 這個事情是本來就理所當然的 事情 為什麼要去拿這一段 出來 出來去談這個 好像當一個籌碼 甚至像府方說 拿這個來招搖撞騙 我是覺得 如果要這樣子看 你會發現說慶富過去 從剛開始 拿到 去跟外商談 輸出許可 跟到海軍 拿到這個標案 到後來連帶 怎麼好像都有類似的一個 慣用的手法 就是說 拿著空投資票 跟你保證 我會拿到 但問題是都還沒有拿到 兩頭這樣子 遊走 結果順利的一關一關 就這樣過 看起來這一連串 第一個慶富百分之百 看起來就是買空賣空 也不能說他買空賣空 那麼講 就是說一般投資上來講 我要取得用地 政府會協助 你不要看慶富 你不要看慶富 你把這個名字想成台積電 我要設一個廠房 地方政府一定會幫我 只是現在要軍火 那整個事情來講 就是說 他也不是說 包括連帶來講 我要找星達港 不代表說 我已經拿到星達港 所以這裡面一定會有很多需要 行政資源的 那正常走都沒有問題 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你有沒有用不正常的方式 達到目的 那你在看整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麼講 就是說 因為有這個所謂的錄音帶 爆料錄音帶 講說進了總統府 所以會讓你很多什麼 遐想的空間 你是不是走特殊管道 簡單講大家在討厭特權 你是不是用特權 所以才能夠喬24億 所以我剛才會講說 如果你真的達到標準 第三期本來就要付款 國防部不付款 會被違約 那國防部如果付款 就違背立法院的附帶決議 那會變什麼 那整個事情來講 如果你要 其實就一個很簡單的地方 這個錄音帶完不完整 也就是說 我們很容易受到 錄音帶的影響 是 比如說林毅士案 或者以前的拉法院 拉法院案的時候 引清風那個錄音帶 是被消辭的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錄音帶有什麼 所以聽到錄音帶 不要太興奮 聽到錄音帶 你要先確認 第一個 我們在經驗上 第一個我們要找到母帶 原始的母帶 因為母帶幹嘛 才不會被變造 沒錯 母帶有個什麼好處 完整 聽完完整的東西 你才知道說 那個是什麼一回事 因為你現在聽到 那個馬文軍委員爆料 這個錄音帶 他基本上不是 他是拿放片段的 嗯哼 我不能講他是真的或假的 因為他只是一部分 那你如果拿到 看聽到完整的 而且是母帶的話 你就很好判斷一些事情 不過這件事情呢 其實跟拉法院 會有很不一樣 拉法院的當事人 也已經早就已經離開人世了 然後相關的文件 也都被銷毀了 但是這件事情 所有相關人都還在 而且被收押了 然後接下來 所有包括總統府的 這一些所謂的密件呢 也即將就要解密了 所以接下來要看這把火 會怎麼燒 可是另外一個 是不是另外一把火 已經燒起來了 也就是軍人的年改方案呢 國防部在今天正式公布 接下來軍人的退休金 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而八百壯士說 絕對絕對不可能接受啦 生氣到不像話 我們來看看軍人年改 這把火 是不是再度點燃 行政院昨天才否認 已有軍人年改版本成型 不過今天接近中午 國防部直接公布 軍人退府新智草案重點 強調軍人只要服役 滿二十年 就可請領月退縫 計算基準 從現行的本縫兩倍 改為最後三十六個月 平均基本月薪計算 新智上路前已經退五者 以本縫兩倍計算 起支縫率為百分之五十 服役滿二十年後 每多一年增加的縫率 中降以下為百分之二點五 上降為百分之二 至於樓地板和公角一致 約為每月三萬兩千一百六十元 高於樓地板者 十八%優存在一年內解約歸還 圓領退縫和新智退縫間的落差 分十年逐年下降至百分之六 不過就在國防部公布軍人年改方案前 退役軍人團體八百壯士 上午持續動員 近千名的退伍軍人 從立院集結出發 前往海道 抗議總統府沒有信守承諾 說要公布版本前會事先溝通 結果卻是践踏軍人尊嚴 無法接受這個版本 將再上街頭抗議 完蛋了 我真的很生氣 將來我們的抗爭 會一天一天的激烈 各位等著看吧 國防部強調 曹安重點今天公布後 將成立年金宣導小組 及諮詢中心 進行分區座談 退役官兵由退府會 進行溝通 一個月後將會整意見 作為修改草案參考 修改後 草案送行政院審查 而行政院強調 經用會通過後 送立法院 希望這個會期完成立法 也來歡迎加入我們的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退役的上校李天朵 李大哥 主持人大家好 對於年金非常非常熟悉的立法委員 王農昌 大家好 天朵先生 我先請教你 我們來看看這一次是國防部的版本 那國防部的版本 最後跟行政院會不會又有所落差 那到立法院之後會不會有改變 這個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先來看看國防部 今天公佈的最新最新版本 昨天行政院還說 今天不會講 不過下午的時候國防部就講了 我們來看公跟教稍微複雜一點點 那就跟之前 然後又跟年資有關 我們先來看看下面這一段 今天所公佈的軍人退府新智草案 基本上就是服役二十年 作為一個門檻 如果你剛好服役二十年 然後退役 那麼你的所謂的支領的起奉 這個起奉率 就是你的本縫乘以二 再乘以百分之五十 才會這麼服役 你就說本縫就好了 因為很嚇唬 本縫就是本縫 那本縫 然後再來呢 你如果不太可能二十年就退了 那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甚至更早更久的 第二十一年開始呢 那個一呢 就是一個X 也就是零百分之二點五 乘以X 就是說你如果做二十二年啦 就是五十五趴啦 然後再做那個二十四年 就是六十趴啦 一直加加加加加上去最高 是本縫的所謂的百分之百 就是兩倍啦 就說兩倍就好了 四十年 你可以接受嗎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總好說 我跟你講 現在在在意的 多半的我接觸到的 問過他們 十年能退十年退 二十年到二十年退 絕對沒有人在留戀這個位置 去當軍人 第一個政府可以毀約 那各位要知道 我們當初當軍人的時候 是簽約的 二十年 是基本嘛 二十年以後 你才可以有終身奉 所以大家不管怎麼幹 都希望幹到二十年 領一個終身奉 這個終身奉 是你一生的保障 是 這是奉 而不是退休 也不是退休金 也不是年金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搞清楚 我們領的是終身奉 是國家給的奉級 而這個奉級的十八趴 當初是因為國家沒有錢 把我們這個保險金借去 然後用高額的利息十八趴給我們 然後拿這個去做國家建設 特別在那時候是 蔣英國在的時候 十大建設因為沒有錢 所以蔣 然後我們大家簽約了 今天這個約 你國家可以公然毀約 我要講一件事情 當一個國家的軍人 不是說為你民進黨當 或者國民黨當 我們當的是國家的軍人 不會說因為你今天民進黨上台 弄一套改了 那下一個黨再上來又改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你沒有這個基本的信賴 在的時候軍人當什麼軍人 所有行業裡面只有軍人會死的 他叫你去死的時候 你不能不死 我告訴各位 他口口聲聲民進黨講說 拿美國的制度來講好了 美國的退伍軍人制度 從一九八零年開始經過六次的修改 這六次修改裡面最重要的一個 是絕對不溯及既往的 他說因為軍人跟國家是特殊的信賴關係 你不能讓軍人對國家失掉了信賴的保障 那你今天這個改 我看了一下他的退伍改 小英總統一再講軍人跟這個公教人員是不同 這個行業不同 可是你今天在退伍講回的草案重點裡面 五個裡面有兩個都是 第一個 退伍軍人年金最低的保障和公教一致 那大家一起 那所以我們今天 所以在政府眼中軍公教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 因為你反正只有二點八趴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上街頭 昨天跟今天我都到了 到了這個抗議的現場 被公教嚇了 你們不要以為軍人在他們的眼睛裡面 有什麼不同跟公教一樣的 不過龍丈兄我先請教你 我們來看看剛剛談到就是說 其實因為國防部並沒有公布 像之前那個公教有一個算式 你現在 所以現在退休的領多少 以後要領多少 那所以這個算式還需要更進一步的來算 可是我們來看看 國防部呢今天也談出來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再去剛剛跟天鐸兄講的 跟公教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公教的算法呢 未來是要用十五年的平均本縫來計算 計算十五年 可是軍人呢 是用三年 就是三十六個月 這個有一點不太一樣 一點啦 再來是 最後 幾支的部分呢 是要六十五歲才能退 未來啦 當然是逐年延到六十五 可是國防部呢 這個軍人呢是服役二十年 但是希望你多做 所以你可以多領 這也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最低保障呢 現在沒有講得很清楚 公教呢 有一個叫做樓地板 就是三萬兩千塊 軍有沒有呢 也可以有 也可以沒有 那這個部分就是沒有說得非常非常清楚 再來呢 十八趴都要退啦 不管是這樣 除非你領的呢 是低於這個樓地板的 你才可以繼續領這個有所謂的優存的部分 但是原則上十八趴 不管是軍公教呢 就要逐年的退場 再來呢 所謂的提波呢 也是要從十二趴提高到十八趴 所以看起來在年改方案 但是就是人民心中的那個尊敬程度 可能不一樣 但是年改方案 看起來跟公教是很像的 我想這裡面有很大的差異 我先 因為我們田鐸兄剛剛的說明 事實上我想軍人的這個部分 應該跟公教勞等等 就是說脫鉤特別考量 在第六次年改會議裡面 我第一個發言 然後我提出來軍人的這個部分 要另外做思考跟考量 那這個議題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年改會開了二十次會議 那然後非常多的議題 沒有一個大多數都沒有共識 這個是有共識的 在場所有的委員都認為應該如此 脫鉤是有共識的 脫鉤然後額外考量 現在不用又掛鉤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可以來看 就是說二十年 然後服役滿二十年 然後可以退休 退休的話 他的給付率是 給付率是本縫兩倍的 本縫兩倍的百分之五十 那這個公務人員來講的話 他只有四十 因為他的給付率其實不要講 就是說以後每一年加二點五趴 前面二十年其實也是二點五趴 也就是做四十年的話 服役如果滿四十年 他會是他最後三十六個月 薪資平均的百分之百 了解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每一年是二點五趴 但是公教人員的話 在前三十五年只有兩趴 那到三十五年到第四十年的時候 只有一趴 所以他最高的這個部分的話 做滿四十年 而且就是說即便再做 他的所得替代率只有百分之八十 但是軍人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可以到百分之百 然後他的基礎都是本縫兩倍 那另外一個要用一百八十個月 來做平均 那公教一百八十個月 軍人只要三十六個月 最後三十六個月的平均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裡面的話 他其實就已經有很大的不一樣 所以在計算基礎 也是在給付率 而且沒有退休年齡 都比公教要優渥 是 而且就是說這裡面 沒有退休年齡 只有看服役的年齡 剛剛前面講 公教人員的話 要到 要到就是說六十五歲 公務人員要到 就是說六十五歲 教師的這個部分的話 即便高中以下的話 也要到五十八歲 才能夠申請退休 龍長兄因為你對算是比較 但是這個部分 他只有就是說二十年 所以假設我們的士官的學生 是士官的話 他二十歲服役 然後在四十歲的時候 他就可以申請退休 領終身奉 是 他就可以領到 就是說終身奉 對 那這樣子的情況裡面的話 或許他不高 因為他的年資 他百分之五十的這個部分 但是想想看 如果到平均餘命 八十二歲的時候的話 他領四十二年 也就是說工作二十年 服役二十年 後面的話 我們全體的國民 在以還有就是說 他自己所繳的就是說 這些保費等等的話 我們會有四十二年的時間 是 那然後他可以領四十二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周邊 都有一些蠻好的朋友 他其實就是中校 甚至跟到上校退 也不到五十歲 然後呢他可能 那個月退縫 每個月可以拿到六七萬以上 其實我們周邊 都有這些人 那因為身強體狀 可是你不能怪他 因為其實他是 隨時準備要為國犧牲的 這樣飛那個Miragi 那個換向那個 我後來才知道 他是我成大中文的學弟 那其實一條命就沒了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是現在還沒改之前 軍職人員的退休 每個月拿多少錢 百分之十八的軍人呢 拿不到三萬 大概最多呢 大概三成五的軍人 是拿月退三萬到五萬塊 百分之三十三點五的軍人 是拿五到七萬 然後大概有一萬三百九十六個人 是拿七到九萬 佔了大概百分之九 然後九萬以上呢 其實也不高啦 大概是百分之四點五四 我再請教一下榮昌兄 因為之前我們在談公教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會要很清楚 我現在本來可以 每個月月退拿六萬的 被你這麼一改 我到底少了多少 現在看起來應該要少 剩下大概快五萬左右 可是如果是軍人 譬如說他一樣 本來每個月拿六萬的 在國防部的這個方案 之後他會少拿多少 好 這是在媒體上面的公開資料 在退伍軍人從下士到中將 一共大概十一萬七千多 八百多人 其中就是說 有百分之四十三點九 加上百分之四十四 是不受軍人年改方案影響的 百分之四十四不受影響 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 是不受影響的 那在這裡面影響 被影響一萬塊錢以下的 大概在百分之十三點七 一萬到兩萬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三 左右 那兩萬到三萬 大概只有四點七 三到四萬的話 只有零點三三的人 那個大概都是高階的降臨 就是說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主要在這裡面 就是說受到影響幅度比較大的 是將官的這一個部分 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其他的這個部分 以現行的目前規劃的制度 事實上已經經過初步的 就是說試算 他影響的就是說不受影響的人 就已經有百分之四十四了 我們可以很籠統講 降級以上少將衝降 上將這可能一個月會少的 一萬塊以上 那最高的話 在最高中將以上的話 少個兩萬 影響三到四萬的話 兩百七十一個人 不過降本來就領很多 那少將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效可能就影響比較小 對 就是說越往下面 當然影響的金額 他領得少 他的減少的金額 也就不會這麼大 鄉人為國 不是鄉人為國 那個主持人我要講 我們當軍人從來以前 沒有去想過 要跟國家去算帳算錢 錢算什麼 命都不怕 錢算什麼 對不對 可是這一次 我特別去看了一下 剛剛我不知道 榮章委員 他的數字的依據 現在還有十二萬一千九百四十九個 退伍軍人 鐘聲鳳平均一個月是 四萬九千三百七十九元 如果扣掉年改會的版本 刪掉了十八趴 那平均每個月會少掉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二塊 剩下三萬五千兩百三十七塊 這裡面大概至少有四分之三左右 中少校的階層 大概落到了樓地版 三萬兩千一百多 你差這一萬多塊錢 你不要講說差一萬多塊錢 那之前馬英九把那個年終獎金扣掉的時候 像我就受到影響 我二十一年 我二十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這個年終獎金的時候 平均一個月四萬塊錢 我的薪水 那十八趴我是沒有拿去存 我當時拿出來自己用掉 那活該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就不像他講的說 你今天心智完了 可以幹四十歲 幹越久越好 那根本就是一個謊言 我 我最明顯的例子 我在軍中三次終身流營 可是到後來的時候 我在國安局啊 英中文講 你們這些軍人不聽話的 我軍法伴侶 好 我打個報告 二十一年我就推了 了解 你說有什麼保障說 說講你幹到 幹到六十五歲 除了那些上將以外 上將是少之又少 明姐你對軍方比較熟 這個方案會動搖軍心 動搖國本嗎 天羅兄的感覺 我是能夠了解 因為畢竟每個人都一樣 每個行業都是這樣 只要你一旦收入受到影響 當然內心當然都會有 房貸啊 車貸啊 是家庭都會出問題 只是說我們也希望天羅兄 再冷靜一下 再來回頭 再來嚴格 仔細地去看 今天這個 所謂的 法 這個草案 他只是一個草案 那 要看用什麼樣的標準 去衡量 如果你要從 拿 跟現在所領的 去比 那當然有部分的人 剛才也談到就是 只有大概四成三 是沒有受影響的 那其實將近有百分之五十六 六左右 當然多少收入都會受到影響 那這些所謂的新救治的 這個 退伍的軍事官 當然心理上都會 有不同的意見 這我們都能理解 但是同樣的就是說 除了軍人以外 如果你要去 像剛剛也比較過 跟公教比 如果你要去跟公教比 我說句實在的話 某個程度公教可能會很有意見 我舉例來講 就是說剛剛談到所謂中將跟少將的部分 事實上影響最多當然是降級的部分 因為他過去領得多 那減少得比較多 那中間最關鍵的在哪裡 就是十八趴 那國防部其實是用很技巧的方式 他並沒有明言說我十八趴 要分幾年歸零 他用很 對第一年取消 這個是我是覺得講給公教廳的 後頭你看他一句話 元月退縫若高於心智的話 他用很技巧的包裝 十年 分十年耶 公教廳的會不會氣死 這個比較之下 某個程度 你如果要軍公教是放在一起衡量的話 公教當然他也會有意見 另外還有奉率的提升 剛才也講到 公教已經三讀通過 對好同樣的就是說 所以你看他前面又講說 第一年取消 這是做給公教看的 他後面其實補了一大段回來 分十年齁 另外他的奉率齁 現行是四十趴嘛 他從五十趴開始起跳 我必須分兩個部分講 就我的瞭解 第一個國防部長 馮世寬跟退委會主委李翔咒 過去一年 我們只要有採訪機會碰到 私底下一定問年金改革 我說句實在話 他們也是站在軍人的角度 替軍人講話講到 一直這個十幾個方案上去 都被年改會打回來 一直打回票 那後來爭取到這樣子 我想他們某個程度 我相信是盡力 因為他們還是站在 都是軍人的同袍 我想不管哪個政府 他們心情是一樣的 但目前來講 我覺得影響最少是什麼 就是說你現在現役的部分 現役的部分 事實上像今天也有舉一個案例 最簡單的 我們來算一下 說如果今天你少校退伍是二十年 本來現值你是領七萬六千多塊 那未來等於說舊的 用舊的這個所謂新制去計算的話 是三萬一千五百市 但是你用新的這個叫新興制去算 三萬九千四百二十五 事實上比過去多領了八千塊 那最近軍方有沒有退伍 潮救我了解是沒有 因為他們某個程度都了解說 這個案子對於現役的來講 包括奉律各方面等等之類 對他們是有利的 退役的一定很不爽 但對現役的這些 退役的我覺得 軍官是可以接受的 退役的有影響的當然就是 新救治 用新救治 那關鍵又是在十八趴 所以這個部分 我當然覺得 我覺得政府要拿出誠意啊 譬如說像天鑼兄他們 我覺得年改會也好 或者是說高層要出面來去 包括退伍會也好 盡可能的去溝通 然後至少你要心理上 讓他感覺好一點嘛 被砍錢的人 不會有人說 我很爽的啦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這個就是說 以這樣整個 你要去橫平這個公教 還有所有其他行業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也注意到 今天的方案裡面 也提到說未來 要分十年 每年挹注一百億 到退伍基金裡面 我們要回頭去問 最重要為什麼要年金改革 事實上過去當然從舊制到新舊制到新制 都有因為這個退伍基金的問題 財務的問題 所以他事實上也改革過 那這一次事實上 你後頭這一千億誰付 全民付 政府已經我相信 某個程度已經有心 要去讓這個退伍基金 特別他們今天講說 如果你溢出一千億以後 加上現在的原本九百三十億 三十年啦 希望能夠三十年 不要再這個面臨破產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覺得某個程度都不思維 已經算是一個衡量後的一個好的方案 董老師我請教你 我補充一句 不只這十年一千億 還有包括我們調降的 調降所得的這個部分 還有優惠存款節省的經費 也全部挹注到這個基金 所以就是說這個施設的話 這樣子的做法 可以讓這個基金保持三十年 然後不會倒的情況 董老師我請教你 就是說不管我們來看 今天國防部公布了 他的標都是這個 叫做國軍從優照顧 他要強調我是從優照顧 政府從優照顧 軍人的這個新軍人 是不是感受到 我們來看看 不管是剛剛談的 很多起支鳳率 是從所謂的本鳳乘以二 乘以百分之五十 開始起跳 這個起支鳳率來看 或者是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或者是其他的這一些所謂的 現役軍人的所謂的最低保障 金額跟退役軍人的最低保障 金額 再談到其他的這些部分 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這整個是所謂的 新就義年資 然後呢這個所謂的十八趴 分十年調降 剛剛也談到 這其實跟公教 也不太一樣 或者我們再看看 他其實都是要從優照顧 就是取消月補償金 改支這個所謂的一次補償金 還有將官要法定給付等等的 還有再看看下一張 我們來看看所謂的從優照顧 不管是所謂的延長服役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各的所謂的軍接 都有一定服役年限 希望可以再延長 到底這個叫口會時不治 還是真正在照顧軍人 多少還是覺得有照顧到 不過我們先 我們先釐清幾個關鍵 就一直我們在講的這個軍人退港 他其實應該 你要記得把它翻兩塊 一個是已退役的 一個是現在限職的 限職的這塊我覺得 會比已退役的來得好 來得好 那我所知道的是 大概最近申請研議的 研議的人是有增加的 那因為限職的人還沒退休嘛 我們就先不談 問題最多的出在已經退役的 已經退了就八百重視啊 對就已退的 不然你是四官 四官未官 教級機關 還有舊制 有新制 有新舊參辦制 都在這裡面 但是那個人數都可以 都可以精算 我怎麼講 所有的都可以精算 但是我們先講一個 一個基本 他基本的不是還講32160嗎 是 大家還講32160 對不起喔 這個數字不能用 為什麼 你忘記賴清德加了3% 1月1號就可能 明年的7月1號給的時候 是3212號加3% 是多少 33124.8 那如果我們講明年最最低保障 叫做33124 我如果四捨五路 他是331245 就是三萬三千一百 一百二十五塊 如果隔幾年再調薪呢 這再加嘛 第一個先知道 樓地板 他 會往上加的 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將軍族來講 你是現在的 未來的 他基本上還有這個保障 剛剛我們看到了 中將八萬多塊 少將也有七萬多塊 是 跟現在比 當然比較差 可是就社會的平均水準來講 一個少將退休 拿七萬多 七萬三 我想不算太屈辱 不算太屈辱 一個中將退五的時候 拿到八萬三 我想 當然沒有十二萬好 但是也不算太屈辱 為什麼講十二萬呢 我一個長輩 一個老大哥 中將退五 他領十二萬 為什麼有十二萬 因為他有十八趴 他最大的損失在哪 在十八趴 因為他已經退了 他的十八趴 兩年 明年七月以後 這兩年歸零 所以那個對他衝擊很大 可是回過來 他跟他太太怎麼講 就十二萬會變九萬 九萬 是少很多 但是 也算好過 但是可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在那個經濟成長的時候 他買了房子 當然買房子 靠自己的錢 不偷不搶 因為買了房子 所以他的資產 日子是過得去的 唯一在整個執行的過程中 對你退五這塊要照顧哪裡 其實是那些中低階的 OK 事官的 未官的 或者是少校級軍官的 對 中少校級 這個退五費 你一定要專職專人 了解 去注意到 你會不會Lost掉 了解 你不要出一個意外 萬一有一個是你的數學模式 沒有算好的 有沒有補救措施 了解 對於中校以上的 甚至上校 我覺得大體上問題不到 天頭兄你接受嗎 我要 我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 為什麼八百這些人 在街頭 堅持不退 其實 到今天為止 零萬億 跟各位 在座各位 所有算的 都是在算錢 左眼在於就是說 你的推幅基金 會破產 可是會不會 你然後要把這些 我們這些砍下來的錢 挹注到裡面去 這誰的錯 這國防部的錯 三個案 精實精粹 到精進三個案 砍下來多少的推幅軍人 造成這個龐大的時候是 國防政策的錯誤 那國防政策的錯誤 跟我們這些人 當初 當初去簽約 有沒有關係呢 我們當初簽約的時候 他講呢 保障你這個 終身份下去以後 沒有這些影響的 我們當時一個頭的 一個頭的在幹 一個頭的為國家在拼命 我今天來講這些問題 剛剛明杰說 我稍微有點激動 一向如此 但是呢 我並沒有說為我個人去講 而是今天一個國家 我們一個國家跟軍人之間的 關係的問題 你要軍人為國家賣命 那國家的 你居然是沒有一點信信賴的 這個原則在 講過的話都可以推翻 你今天民進黨上台一套 國民黨回去又再板回來嗎 不是這樣子的 王先生 我再換個角度 剛剛東豪 談了一個很重要的 先不管其他整個 整個方案 方案 可是最關鍵的 如果我們對於已經退役的 老師官啊 是老師官長啊 少衛中衛 這一些 比較低階的這些軍官 他如果真的生活發生困難 難道這次年改方案 不要提出一個更完整更具體的方案 我想在這裡面的話 就他原來如果就在所謂 剛剛講三二一六零 然後他當然他是浮動的 那這個以下的話 那這些人都不會動 那如果有動到的 最多就到三二一六零 那到三二一六零之後的話 我想每一個人的家庭的狀況不一樣 如果就是說到三二一六零以下的話 家庭的就是說仍然不能夠支持 家庭的所需 因為每一個人的家庭 他可能有孫子等等 就是說要養 有其他的就是說 家戶人口等等要要要要 那我們還有社會救助的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規定就是說 領了退休縫 或者是領了年金的人 不能夠有就是說 社會救助的支持 這個是沒有的 我們按照他的就是說 的需求等等 來做計算 目前民進黨政府有沒有進度考量 什麼時候要刪讀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大概 會希望跟公教一起實施 就是明年的七月一號一起實施 明年七月一號 那他要能夠有相當的時間 來做準備 那可能就這兩個會期要過了 當然就是說 如果要一起實施 這也是公教 最辦明年的第一個會期要過 這也是公教要求 就是說要大家一起 不要分化他們 那其實像這個方案來講的話 如果在今年 我們的明星 要是明星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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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不自己的 你是在哪里啊 我什么才能 我什么为你啊 哪里三天后的祝福 你算你见见 你不服欺赏了我 周一 周三晚今九点 紫色大豆腐 就在公共电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蔡凡希 那谢谢各位观众们 喜欢通灵少女 很幸运地在今年入围了 金钟奖的新晋演员 谢谢各位评审 也谢谢各位观众 喜欢通灵少女里面的何允乐 谁要过去 这个故事的主轴跟剧情 都非常的感人 然后在拍的时候 大家都会在这个剧组里面 带领我 然后教导我一些很多 我不懂的事情 很谢谢大家这一年的照顾 其实也很感谢 公共电视台的支持跟鼓励 就是一直给新人 有很好的发挥的地方 然后这么棒的电视台 需要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所以大家请拨打捐款专线 02 2633 9922 02 2633 9922 邮政划播帐号 1921 3335 这是真的吗 公式加7全面升级为公式加了 超过800小时的线上影音 让你看得更多 打破七天收视限制 让你看得更久 启动追剧快感 重温公式经典 掌握直播快讯 还有剧院级的4K震撼 立即注册成为免费会员 www.ptsplus.tv 地表最强的串流影音 公式加 启动员 在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